美国媒体评选世界五大叛徒 还有些人会为了自己活命选择出卖自己的战友和信仰 对于这样的人各个国家都会感到不迟 对于这样的人也将会一直丢在耻辱柱上 埃米利奥·阿奎纳多·阿奎纳多 菲律宾第一任总统 早年他参加了庞尼发售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卡蒂普南 旨在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 后来阿奎纳多与庞尼发售番名 在取得了组织的控制权后 他将庞尼发售处决并亲自解散了该组织 不久他在菲律宾建立了一个国家并自称总统 然而在西班牙的打击下一失败告终 流亡香港 美西战争爆发后 他回到菲律宾 不愿以偿地当上了菲律宾第一共和国总统 可是美国的新殖民主义仍然在压迫着菲律宾人民 于是美菲战争爆发 这个家伙又背叛了人民 投向美国怀抱 二战爆发后 他顺理成章地投降了日本 与日军合作 二战结束后因叛国被捕 但很快被特赦 一直活到94岁才因病而足 贝内迪克特阿诺德美国独立战争时期 曾被华盛顿为以重任的著名将领 在战争初期 阿诺德履历战功 率先攻占了提康德罗加宝 远征奎北克 后来更是指挥了两次萨拉托加之战 一时声名大震 被华盛顿任命为费成军区司令 然而出身贫寒的他 总是不为当地的社会名流所容 甚至因为娶了一个商人的女儿 而被军事法庭判决行为失大 此时他便开始与战争的另一方英军接触 为北美英军总司令亨利提供情报 阿诺德在被华盛顿任命为西点要塞指挥官时 他故意削弱防御 并将整个重镇出卖给了英国 在计划即将成功之际 送信的小兵被美军接过 其背叛的秘密也落到华盛顿的手里 阿诺德侥幸躲过了追兵 跑到英军那边混了一个准将 并与美军打了两场恶战 当然战争的结局众所周知 英军失败 美国独立 阿诺德中途辩解 导致他在美国军事史上留下恶名 美国的独立纪念碑 对他的名字与功绩都刻意隐去 只字不提 埃菲尔提斯 埃菲尔提斯不是什么大人物 只是基于对金钱的渴望 他在希腊与波斯的战争中 背叛了自己的国家 据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指出 希腊城邦的联盟军队不到四千二百人 但波斯国王薛西斯却拥兵五十万 希腊方面派出了英勇无敌的斯巴达人 前往温泉关与波斯会战 温泉关极度险要 只能通过一辆马车 薛西斯在此损兵折将 猛攻数次仍不能前进颁布 这时 埃菲尔提斯登场 他将一条能绕过温泉关的小道告诉了波斯人 波斯军队借助这条小道 绕到了温泉关的后方 形成了对守军的合围 结局如何 不难想象 埃菲尔提斯获得了波斯军队的巨额报酬 但他的名字 在希腊语中 意为乐梦 也常用作叛徒的作名词 真正做到了名垂千古 米尔贾法尔一个遥远的国家 怎么去征服一个人口众多且极其富有的地方 答案只有一个 米尔贾法尔 十八世纪中叶 印度大陆的默尔帝国解体 大量的独立王国和城邦出现 这个时候 英国出现了 他们将武器卖给各个王国 让他们自相残杀 然后派出士兵做收鱼礼 占领城邦 在普拉西战役中 英属东印度公司 贿赂了米尔贾法尔 使其成为了东印度公司的傀儡 最后三零零零 英军轻易获得了孟加拉邦 如今 米尔贾法尔在印度语中 意味卖国者 秦惠美国人这样描述他 在中国古代 来自北方的女真部落 对大宋王朝发动突袭 俘虏了宋朝的两个皇帝和大批金银珠导 回到了北方 一个叫远飞的将军横空出世 他击败了女真战士 并准备攻入女真的老巢 试图迎回原来的皇帝 在这个时候 女真派出一个便捷的俘虏 回到宋朝境内 这个人叫秦惠 他说服了当时站在皇位的皇帝 如果岳飞胜利 那么你在皇帝宝座上的时间就不会太多了 这最终导致了岳飞被从前线召回 并被处以叛国罪 可以预见失去最好的将军 也意味着失去他们的王朝 岳飞死后数年 人们将秦惠及其妻子的模样做成了雕像 反绑双手跪在地上 受人唾骂 这真实是以来最伟大的想法 比任何对叛徒的厌恶都要直接 美国人这样评价秦惠夫妇的雕像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